大家好,下面我和大家聊通神学 通神学是研究宗教和神秘学的综合性的宗教哲学 它是起源于印度教派、古诺斯蒂教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教派的哲学体系 作为一种神秘主义宗教现象 通神学以神学和神秘主义方式教化人们 通神学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看待宇宙 认为人类的起源、进化和死后的命运都发生在宇宙中 按照通神学的观点 有形的世界来源于精神世界 而精神世界是一种无形的但真实存在的世界 按照印度哲学的说法 我们的宇宙变化不定 只是一种非物质实在的短暂显现 南亚的大部分宗教传统认为 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 是精神生活的最终目标 通神论者将近轮回 通神学的核心思想认为 宇宙是由许多不同的振动层面组成的 这些层面跟物理层面同时存在 在通神学中 物理层面是密度最大的层面 我们可以将物理层面当成一个与其他层面不同的空间 作为灵界的火花 灵魂可以通过一系列每一层进入较低的层面 离物理层面最近的 是以太层面和星光层面 根据通神学的观点 人在睡觉的时候 灵魂会进入较低的层面 灵魂停于何种层面决定了梦的类型 C.W.利比特在短文《梦》中举了个例子 在睡眠者醒来之前的瞬间 环境中的声音或刺激物会融入梦中 当灵魂处于以太层面的时候 利比特声称 别人能够接受我们的思想 他解释道 在以太层面 人的思想会以波形状态发射出来 他人能够接受到这些思想 但这种思想一般是以模糊的混乱的形式 混乱的异象形式出现 人在睡眠的时候 也能够接受其他人混乱分离 和不断变化的思想形式 所以梦一般都是由不连贯的异象组成的 按照利比特的说法 当灵魂在星光体活动的时候 做梦者可能会到遥远的抑郁 欣赏到非常迷人的景色 在那里遇见活着的 或者是一顾的朋友 并跟他们交流思想 因为这些人在星光层面 也处于清醒状态 他们还可能幸运地遇见那些 他根本想象不到的人 还可能受到惊识和职业 他还可能跟各种非人的实体 比如各种各样的灵魂 虚幻的个体 甚至有时候还能跟恶魔进行交流 但是利比特指出 这种体验有个缺陷 就是人们一般不会记得自己所做的梦 甚至是那些非常特别的梦 也会被人忘记 一些从事神秘主义 通神学研究的作者认为 人在睡眠的时候 灵魂可能会到更高的层面 他们可能在高层面上学会一些东西 但是大部分人会在醒来的时候 将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好 这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次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取材于詹姆斯先生和伊弗里女士合著的 对梦的展示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